虎絲放上玉米火腿 還有一顆蛋 玉米總會完成 民眾來買早餐 抬頭看見舊招牌 價錢沒有改 硬拗店家要付舊價錢不成 就留下一心負貧 店家實在好無奈 麻煩內用或外帶 請看桌上使用說明 明明就有告示了 但客人可能還是習慣看招牌 造成誤會留負貧 店家舊招牌明顯斑駁脫落 已經有二十二年歷史 仔細看原本玉米總會 只用二十五元 但現在已經要四十五元 有貼公告告知 不想用貴的價錢買單 客人不滿留下一心負貧 店家實在很無奈 而另外也有民眾 買到這樣的切片水果 打開水果盒胃口全消失 這塊哈密瓜上面 怎麼都是毛超級明顯 水果竟然發霉了嗎 民眾買了二十幾盒水果切盤 有些已經吃下肚了 還好身體沒有出現異樣 後續跟店家反應也有賠償 但至於為何會發霉 老闆娘解釋 客人預定前一天晚上 水果才切片 懷疑可能是因為碰到水 買早餐因為看成舊招牌價錢 不滿買單比較貴 留下負貧 或是買切片水果 卻遇到發霉問題 消費糾紛恐怕得好好協調 才不會店家無奈 買家買出一肚子氣 記者高雄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 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